各位網友大家好 當大家在努力拼經濟時 日前美國媒體《華盛頓郵報》 報導美國決定禁止特首李家超出席今年年底 在美國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可能有人會覺得 李特首早就被人列入被制裁名單上 這個在美國舉行的會議不許也罷 但我們不可以對背後的政治操作掉以輕心 消息一出來,一眾反華美國政客 所謂的學者和媒體又充當喉舌 將事情的因由拉扯到2019年香港的社會動亂去 將平亂講成為打壓 將依法追究參與煽暴煽亂的嫌犯 講成為對反送中人士的鎮壓 硬生生地將反華的政治操弄 植入這個國際經貿合作平台 但事實是,美國公然挑戰國際規則 在搞黑幫式霸凌 另外美國總統拜登將任命的新內閣成員 中情局局長白欣斯又明目張膽地公開表示 正在重建在華的間諜網絡 他竟然將在別國安插間諜 講成為一件很光彩、很理所當然的事 從這兩件事來看,美國的霸權氣焰 真是已經膨脹到一個點 連掩飾都不掩飾了 反華美媒自由亞洲 聲稱美國重視民主人權自由 引述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 指美國如果接待一位被制裁打壓香港人權的侵犯者 說不過去 又引述一名澳洲色尼科技大學政治學教授馮崇義說 指白宮有正當理由拒絕李家超入境 理由就是說李家超以前當警察頭目時 對反送中人士的鎮壓 現在又以國安法通緝流亡的香港立法會議員 還逮捕黎智英打壓香港媒體和其他人 屬於嚴重侵犯人權的說話 還說根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美國是有足夠正當理由不邀請李家超的說話 有留意美國如何拿香港來說事的網友都知道 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本身就是美國僭建出來針對香港的美國當地法律 這個法能否依? 上述所謂的正當理由成不成立? 我們都無謂花時間討論了 但關於誰可以參加APEC 大家就可以確定不是某一個主辦國說了算 APEC是一個國際組織 美國也只是APEC的其中一個成員 東道主不過是負責邀請各個成員代表參會 安排會議 邀請權不是美國的權力 而是APEC的權力 美國根本沒有半點權力篩選參會人士 APEC是一個國際經貿合作平台 大家是來談經濟、搞貿易合作的 現在這番操作 是否美國要將APEC私有化 作為國際政治博弈的工具呢? 美國的霸凌行為 是否已去到事無忌憚 視國際規則如無物呢? 美國的事無忌憚真是令人堂目結舌 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欣斯公開證實 十多年前中情局在中國組織的間諜特工網絡 因內部人員背叛而遭遇毀滅性的損失 但他們現在正努力重建中國間諜網絡 並取得進展 目標就是要確保美國擁有非常強大的人員情報戰力 補充他們透過其他手段取得的情報資料 白欣斯口中的蝶變慘案發生於2010至2012年間 有多達30名CIA是中國招募的情報人員被逮捕 他們的秘密通訊系統亦被破壞 其後CIA反間諜部門查出 在CIA任職13年 早於2007年已經退役的華裔前特工李鎮成半邊 他將美方潛伏中國情報人員的機密資料 和通訊聯絡方法交給北京當局 以換取金錢報酬和終身被照顧 隨著這些情報人員被捕 美國在華的間諜網亦被瓦解 作為美國情報當局的頭目 白欣斯對這宗案緊緊於懷 說起往事仍然牙癢癢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在公開場合這麼理直氣壯 公開地炫耀美國針對中國而部署的間諜網絡 安插間諜的工作 實在坦率得令人詐欠 這樣做是要震懾中國 還是向中國情報部門宣展 還是惡霸本色 擺明就要搞中國呢? 落筆的時候 網上又湧現了一批反華政客和媒體 就著APEC風波嘗試帶風響 他們就嘗試勸退李特首 還慫恿國家領導人應該缺席APEC 以報復美國敢話 畢者就覺得沒有這樣的必要 中國和香港的缺席 會不會令某些人奸計得逞呢? 成功私有化APEC 成為操控亞太圍堵中國的博弈工具 是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無論這次的APEC風波 或是CIA打的開口牌 再再顯示國際形勢波缺雲軌 香港面對的情況仍然比較複雜 亂的根未除 由指甲輕 仍然有不少挑戰